估计的灯塔,深海之中的人形生物究竟是进化脱节的人类,还是未知的野兽? 孤身一人的气象学家又将面临怎样的人性考验? 大家好,我是柯达电影,欢迎收看本期《走进未知》系列节目之《灯塔下的人影》上集 故事发生在1914年,小强是一个气象学家,他被派往印度洋上的一座小岛进行气象研究工作 这座荒凉的小岛物资匮乏,只有黑色的礁石和一座孤零零的灯塔为过往的船只指明方向 当小强来到上一任气象站长工作的小屋时,却发现这里空无一人 屋内一片狼藉,这表明这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居住了 为了找到气象站长,小强便想去询问灯塔里的首塔员 但是当他们来到灯塔下方的时候,附近树立了各种防御措施 让小强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惊 然后他们撞开了大门,找到了最熏熏的灯塔看守 他是一个老头,看起来很正常的样子 可是他却说气象站长早就不知所踪,并没有来过这里 虽然这个岛上处处都透露着诡异 但是来自知识分子的执拗让小强决定留下来接替失踪的站长 他将独自待在这座与世隔绝的小岛上一年的时间 告别了船长,小强经历出气象站的房子,整理好行李,住了下来 第二天,小强拿着设备走出屋外,这一时岸边的一堆神秘石块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些怪异的石块有规律的分布在海边,很明显有人力的痕迹,似乎是一种神秘的祭坛 但是小强认为这只是怪老头的少女心泛滥所为,并没有引起过多的在意 当天夜里,小强正在屋里发呆,门外一阵奇怪的敲击声让他醒来 他以为这是灯塔老头的灯门拜访,正准备去开门 但是小强马上就意识到,这诡异的敲击声并不是人类能够发出的声音 他悄悄地朝门边走去,就在这时,突然从门缝中探出一只手,吓得小强呆立在了当场 明显不属于人类的手和屋顶上传来的更多异象,让小强意识到情况不妙 他慌忙地躲进了地下室,关紧大门,然后透过木板之间的缝隙紧张地向外张望 忽然之间,他看到了一双眼睛正在注视着他 顾不得许多的小强用小刀戳伤了那头怪物 然后怪物留下了一滩血迹,尖叫着逃走 但是小强仍然不敢轻举妄动,他捆死了木门,在地下室中度过了战战兢兢的一夜 天亮之后,小强走出了地下室,他发现屋内一片狼藉 一串带雪的脚印一直延伸进了海里 惊恐的小强来到了灯塔,想问个明白 但是怪老头根本就不打算搭理他 没有办法的小强只能回到自己的屋子 开始加强防御措施 他盯死了门窗,然后找到了一把猎枪 天再次黑了 小强站在窗边紧张地盯着外面的风吹草动 那些人形生物果然又来了 他们趁着夜幕一头接一头地从海里出现 上岸之后静止朝着房子而来 虽然门窗已经被封死,但仍然抵挡不住猛烈的进攻 坚固的大门也开始摇摇欲坠 怪物们似乎马上就要冲进来 小强只能点燃了门外早已埋设的火堆 但是火势太强,顺着大门烧了进来 小强放弃房子冲出屋外,躲到了一座礁石后面 天亮之后,房子已经烧成了一片废墟 小强只能再次去找怪老头 用带来的食物成功说服了老头 让他进入灯塔,躲避怪物的袭击 但是更加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灯塔里竟然有着一头雌性的怪物 神秘生物究竟是怎样的怪物 淡尽良觉的两人是否能够守住最后的灯塔 在愚人一组猛烈的攻势之下 他们又该如何求生 敬请收看走进未知系列节目之灯塔下